今日行程 要花一个上午造访淡泥丁 夜宿奥马鲁 全程约120公里 清晨时刻 躺在柔软的床上 存在着只想赖床的庸满 民宿主人养了两只猫 一黑一黄 黑猫喜欢与人亲近 一早就在我脚边磨蹭来磨蹭去 期望能蜷缩在异乡客的怀里 我只好坐下来认识一下这位黑猫朋友 呦 除了眼白以外 全身完全不感光 在抹黑的夜里肯定会吓死人的 狂猫就一副大爷模样 高傲尊贵 懒得理你 民宿附赠早餐 餐厅摆满了各式面包 果酱 优格 水果 饮品 加上优美音乐 早餐气氛 颇有欧式贵族般的享受 调制之黄猫 宽如庄园主人 优雅地坐在餐桌前 享受属于只有她的浪漫 结束悠闲的早餐 将行李和车留在民宿停车场 我们要以图库方式漫游淡尼丁 时间上午8点50分 淡尼丁是南岛第二大城 1860年开始已成为纽西兰的工商重镇 街道上仍保存许多19世纪英国殖民时期的历史建筑 非常值得造访 建筑物气派 装饰细致 雕工精美 处处充满着浓浓的文艺气息 不知不觉 脚步也放慢了 一切的一切是如此惬意悠闲 戴尼丁火车站建于1903年 是纽西兰第一个火车站属于国宝及历史建筑 主建筑右侧的方形高塔三面环绕大钟 塔高37公尺 建筑的外墙是由黑色玄武岩 与奥马鲁所产的白色石灰岩所砌成 红色屋顶 拱形囊柱 十分精致 气派宏伟 据说大厅里共有75000片 马赛克瓷砖装饰在地板上 NZR字样是代表New Zealand Railway 不知道谁有闲工夫一块块的书 在大厅里品味这栋华丽建筑时 我们注意到这个小机器 只要投入纽币两元 就可以得到一枚纪念币 Yeah, I got it First Church建于1873年 品拔雄伟的尖塔成为但尼丁的地标 参访时正值教堂整修中 四周围棋铁栏 开放参观免收门票 建材取自奥马鲁的白色石灰岩 细而长的尖塔是标准哥德式建筑 一进入圣堂发现正前方的祭台区正在整修 打满阴架有些扫兴 我轻轻地走向前方祭台 站在读金台与十字架前往下望 祷告以依序排列 阵容浩大 假想着满堂信众 入殿做弥撒的树木情景 上帝 主啊 我们是为了寻觅一个天堂般的城市而来访 八角广场 八角广场位于丹尼丁市中心 四周围绕着古迹建筑 接下来要回民宿取车 继续前往下一个目标 丹尼丁植物园建于1863年 是纽西兰最古老的植物园 公园占地约28公顷 花木浮书 绿草如荫 景色十分优美 信号山位于植物园后方的山顶 可以用开车或践行的方式上山 山顶上设有瞭望台以及两尊巨大铜像 站在瞭望台居高临下 远山 蓝天 海湾 城镇 美景尽收眼底 博文街是今世世界纪录认证 全世界最陡的街道 这么陡的坡度 可以开车上下 盖房子居住 真是不可思议 街道的最低点海拔30公尺 最高点100公尺 总长度约350公尺 开眼界了 继续沿一号公路往奥马鲁方向行驶 我们要寻找莫拉奇原石 这片沙滩属于私人土地 咖啡屋主人立牌说明 请付两元才可进入 正值午餐时间 不急 我们先进屋里上个洗手间 悠闲吃个午餐 此处是纳尼亚传奇莫拉奇原石的拍摄地点 游客不少 一颗颗像恐龙蛋的巨大原石 绵延罗列在海滩上 真的很奇特 大自然的神奇与奥妙 令人不可思议 百文不如一见 又开眼界了 时间15点30分 抵达奥马鲁 今晚夜宿奥马鲁石家假日公园酒店 两人房独立卫浴 共用厨房 今天竟然是特贵日 只收48纽元 约台币1000元 幸运之晚 我们决定先到Bush Beach 看黄眼器额上岸 日落后再到蓝器额保育中心 看蓝器额上岸 因为是热门景点 这里可以搭公车上来 时间16点 抵达Bush Beach 这片海滩是禁止游客下去的 只能站在瞭望台上 痴痴地 痴痴地 张望张望 再张望 黄天不复古新人 眼前突然出现一个摇摆的小身影 焊了半小时 就逮捕到这么一只 是今天请假没出海去的吧 时间17点 抵达蓝器额保育中心 入内需付费 票价分两种 园区外观赏35纽元 园区内观赏 加园内参观45纽元 进入后才知道 器额上岸是不准拍照的 还要乖乖做好 有些失望 这是观赏距离较近 可入园参观 票价45纽元 这是观赏距离较远 无法入园参观 票价35纽元 原来蓝器额是夜行动物 非常怕光 它们早上出海 夜晚回潮 生性胆怯未光 蓝器额保育中心的设置 是为了保育蓝器额的生存 蓝器额现身前 工作人员会摇指远方海面 小企鹝就是在一道 白色海浪下游动 小企鹝上岸时 是有一支领队带路 然后东张西望 确保团圆到齐 接着要仔细检查 有无匪蝶在身旁 模样超级报效 等确认安全无余后 一只只小身影 就咚咚咚跳上平路 摇摇摆摆的 跌跌撞撞的 钻回原理的家 偶尔会看见几只笨脚的 扑个娇 划个蕾 还有大肚子的怀孕妈妈 像急了快跌倒的不倒翁 非常逗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